中央设计者刘士仪台北三日电土豪哥朱家龙被控W饭店女魔案件 高院今天开言雅婷讯问 朱说被押于八个月 有朝佛经悔过 患有糖尿病 皮肤溃烂 及脊椎痛 不会逃亡 院每天三次负警局报道 请求给予交报 全案源于一名郭姓女魔在去年12月7日上午身披玉陶 意识模糊 在男子洪盛宴 江哲伟与刘信女子等人搀扶下 从W Hotel搭计乘车前往国泰综合医院治疗 随后转往台北荣民总医院 经急救后宣告不治 台北地检署侦办认定朱家龙及有人红盛宴 在医学设犯转让胃药禁药致死罪嫌 被告江哲伟张子毅设犯贩卖毒品罪嫌 提起公诉 一审台北地方法院6月底宣判 朱家龙被依要释法的转让禁药致死罪 判处十年徒刑 其他被告洪盛宴 蔡易学 江哲伟张子毅 则被判4年2月至10年6月不等刑期 经上诉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 因朱家龙 洪盛宴 江哲伟及张子毅的积压期限将于16日届满 受命法官陈鹏宇今天召开原压庭讯问 朱家龙说对于被害人死亡意外 他感到愧疚又遗憾 这是不良示范 他因本案乐界及鸡鸭也于8个月 每天抄写佛经忏悔 不会再反法级接触毒品 他表示本案案发至今 他是唯一没将手机资料删除的被告 帮助理清事 实真相 他没有逃亡意图 自己体型大肠成为目标 不太可能抢腻 他愿意交出证件 护照每天三次到警局报道 会坦然面对司法 该他负责的 他不会逃避 谈到身体状况 朱家龙说 因为皮肤溃烂及脊椎痛 看守所有开脂养药及脂痛药给他 就脊椎部分 他希望能赴医院做电脑断层 核磁共振 皮肤则需打光疗几点滴 而且他患有糖尿病 若有伤口 亦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及败血病 请求停上让他交保 他打算亲自向死者家属道歉 并做后续处理 朱家龙委任律师则说 朱家龙若货导可配合任何保全措施 例如电子监控等 有逃亡之余部分 朱有加拿大护照 但并非近期取得 而是在十岁时就拥有 家境由我 是他的父亲 并非朱本人 委任律师表示 警方在去年12月7日就通知朱到案说明 检察官在1月23日才对朱限制出警 若朱要逃 中间一个多月时间就逃了 同案被告蔡医学于侦查中获交保至今 但愿审判蔡行都与朱相同 昨天收到高院驳回朱家龙的聚保停压裁定 但仍请求停上给予交保 同案被告洪盛燕表示他天天反省知道错了 后悔因贪婉而犯错 请求给予交保 让他可以陪伴母亲静孝道 江哲伟及张子役则对严压没有意见 法官停默遇之后办 经评议再裁定是否严压106100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